大家好,我们在养这个杜砖化的时候啊,给杜砖化浇水的一般都是建议大家呢,采取一个健干健湿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浇水最适合的这个水的话呢,就是雨水 雨水的话呢,它偏酸,而且呢,还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 用这种雨水拿来浇灌,杜砖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我们在家庭中呢,用的比较多的可能经常是用这个自奶水浇灌 但是我们在用自奶水浇灌这个杜砖化的时候呢,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要不然的话呢,会引起这个杜砖化出现落花落泪的情况 那么是哪一点要注意呢?那就是我们用自奶水浇灌的时候呢 一定要提前一到两天先把它晾晒一下 晾晒一到两天之后呢,我们再用这种水浇灌给杜砖 这样做的话呢,有两个好处 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将自奶水的一些碱性物质啊 或是不利于植物生长的物质呢,先把它挥发掉 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可以提高水温 因为杜砖化啊,它的根系呢,非常的纤细 对土壤温度的变化呢,非常的敏感 那么如果我们直接用没有晾晒过的这个水啊 浇灌给你的这个杜砖化呢,很容易刺激到它的根系 然后呢,根系受到影响,影响它吸收水分和养分 那么就会出现了落叶落花的情况 所以大家在用自奶水给杜砖化浇灌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注意先把它晾晒一到两天 而且浇水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像现在夏季这个中午温度非常高的这个时间段再来浇水 浇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水里面呢,放上一点硫酸亚铁 这样呢,可以起来一个补酸的效果 因为呢,杜砖化它是偏酸性的 如果长期浇自奶水的话,可能会导致土壤偏碱 那么采用了这种方法 那么我们将自奶水晾晒之后再来浇化 这样呢,杜砖化就不会出现落叶呀落花的情况 就能够正常的生长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